而疫情期间不少人就避免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而选择自己开车上路 但是也经常因为长途跋涉疲劳驾驶酿成意外 一名州姓驾驶从台北长途开车返回玉林老家过节 行进台九线瑞北段的时候 疑似疲劳驾驶撞上路边的护栏 由于冲击力道很强大 整部车是翻覆四脚朝天 索性驾驶自行脱捆 从台北一路开车准备返回玉林老家过端午节的州姓驾驶 在行进台九线瑞北高架桥路段时 疑似疲劳恍神而致撞路旁护栏 由于冲撞力道过大 也使得整部车翻覆四轮朝天 系州姓男子驾驶自小各车 沿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 行至该处不胜致撞道路右侧护栏 造成搬车事故 索性驾驶人有意规定系统安全带 所以没有受伤 本案严谨 依程序完成现场测试收证 造势责任将带送行车事故 鉴定委员会分析 以厘清造则 索性驾驶自行脱困 凤林分局也呼吁驾驶人长途开车 千万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 记者11月人瑞瑞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